在新社区外墙阳台坍塌 铁窗从天而降 钢筋磁砖掉落在地 现场一片混乱 警方拉起封锁线 附近住户回家 看到这景象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透过Google街景图 还能看到原本建筑物原貌 位在五楼楼顶的女儿墙 楼上搭建遮雨棚 但垮下来后 压在五楼上方 还把三楼阳台消掉 长期关注移工黑户宝宝的关爱之家 也位在这处社区 当时正举办庆生活动 现场有70名大人小孩紧急疏散 听到巨像 隔壁的五户住户也赶紧逃离 买的时候不晓得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才发现顶楼规裂 然后我们五楼里面内部 也看到那些 那个外面阳台都有规裂 他都是把它演示的很好 这都社区屋林超过35年 去年被列为围老建筑 关爱之家负责人出示鉴定报告 屋内天花板明显军裂 外墙磁砖也出现长长一道裂缝 经过检验 绿离子含量明显高于标准值 民众早就反映 污矿有问题 没想到来不及修缮就发生意外 由于现场掉落的钢筋水泥 短时间内无法立刻清除 民众有加归不得 是否已经协助安置 老旧建筑物发生坍塌意外 幸好只有砸到车 没人受困伤亡 造成的财损还在计算 该找谁赔偿 相关责任是否接下埋也要追究 TVB的声音完整的检验李国伟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